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柱昨天在脸书上留言 决定暂停每天陀罗班的行程 进行深刻的反省与沉思 在文章刊出之后猜测是否退选的留言不断 洪秀柱阵营深夜紧急澄清 就是这篇留言为总统选战投下震撼弹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洪秀柱昨天晚上在脸书留言 决定暂停每天陀罗班的行程进行深刻的反省与沉思 文章一po猜测洪秀柱要退选的留言不断 洪伴紧急澄清只是休息思考三天 要来思考如何带领国民党逆转胜绝对不可能退选 而其实昨天一早洪秀柱还到新竹参加一名庙的庆典活动 不只首度与蔡英文正面交锋 双方互相握手展现气度 洪秀柱更形容蔡英文是可爱又可敬的对手 而一直没替洪秀柱站台的立法院长王金平 也首度出面站台力挺 尽管获得了立法院长王金平的支持 也是马英九总统唯一支持的人选 但是洪秀柱的暂停行程声明 并没有跟总统府和国民党沟通过 到底曾十三天后会为总统选战 带来多大的变数值得观察 记者综合报导 台南市登革热疫情压不住 总病例数已经突破三千五百人 而九月一号又新增两百七十三例 再破单日最高纪录 台南市登革热疫情指挥中心 上午公布最新病例数 陆下截至一日为止 台南市登革热案例已达三千五百零七例 一天就增加两百七十三例 更破了单日最高纪录 病例数持续攀升 所以也引发学者质疑 是否蚊虫已出现抗药性 但疾管署南区中心表示 目前使用化学防治药剂是优客与喜富宁 这两种化学药物都曾在今年七月做过实验 都能够有效杀蚊 防疫不够力 民间防蚊偏方也纷纷出容 就像关田加南国小就教小朋友 利用小毛友等原料做防蚊砖 可以挂在书包上或是教室门窗 浓浓的香味让蚊子不敢靠近 防蚊砖挂在书包上不怕蚊子叮咬 看防蚊液然后学校还有带我们做这个 然后平常我们要出外的时候 会穿博长袖外套 不只师生动起来 登革热疫情严重的北区 更将一把又一把的粗盐倒在水沟里 就是要透过改变水质来杀解决 积水的水沟 如果我们都把它改变水质 可能让它没有办法在那边投蛋 没有办法再生蛋的话 就是不会有下一代 那我们喷药就杀成虫 另外台南市卫生局表示 近期因为严格稽查 空地工地清除之深远的状况 已经有改善 但是登革热的高峰期未过 根据以往的经验 大约在十到十一月 所以民众务必做好防疫工作 记者温正恒台南报导 这几年警方加强取缔 降低了酒驾造势的死亡人数 不过酒驾累贩的比例 还是高达四成 警政署目前打算修法 让强制借酒瘾能够法治化 警方长期宣导喝酒不开车 但还是有人不听劝硬要上路 进而造成许多家庭破碎 虽然从警政署公布的资料显示 去年因为酒驾肇事死亡的人数 下降到169人 是近20年新低 但累贩比例却将近四成 累贩还是都是在这个中年 大概三四十岁的这一个年龄层 那累贩现在五年内再贩的比例 现在目前是高达了 百分之三十六点八六 将近四成 由于酒驾肇事非死即伤 警政署除了加强取缔之外 也表示将透过道安汇报 建议法务部 卫福部等单位修法 让强制借酒瘾能法治化 我们也希望透过一个立法 能够针对这个酒瘾的犯者 能够有一个所谓借瘾的强制的一个规范 累贩的人去测试 他是不是有犯了酒瘾这样的症状 他是不是一个有酒瘾的病人 那积极的在监狱里面去协助他做治疗 做借酒瘾 社福团体认为 在明确立法加强借酒瘾成效同时 相关单位也可以营造出整体社会 对于酒驾的厌恶反感 令文针对北市府研议 又让医疗小组入阶来辅导借酒瘾的部分 他们也表示赞同 用更多样化的方式处理 酒驾才能有效遏止 由于国家公园入园人数越来越多 管理成本提高 从明年开始 墾丁 阳明山与金门三大国家公园的部分景点 将要开始收费 喷着气孔不断的冒出白烟 空气中还弥漫着浓浓的硫磺味 从眺望台还可以看见竹子山 大屯山 七星山与小观音山等美景 这里是阳明山著名景点小游坑 总是吸引许多游客前来 但从明年起 内政部研议包括墾丁 阳明山与金门三大国家公园的部分景点 将开始收费 鼓励大众运输工具之外 那我们也是希望你针对使用车辆 会造成这种空气影响的部分 能够降低这样的一个冲击 从明年起墾丁猫鼻头公园 每人入园费三十元 夜前夜行每次三百元 墾丁户外交学每梯次收取两千元 金门国家公园则是将分 德岳楼 桥乡文化展示馆 金水国小 宅山坑道宇 中山林游客中心 汝山游客中心 蒋经国纪念馆三个区块 每人每次五十元 另外一百零七年起 阳明山国家公园封闭据点如天西园 每人收一百元 开放据点如小游坑 晴天岡 冷水坑等 踩人车一体收费 大行车三千元 中行车一千五百元 小行车三百元 冷水坑 温泉浴室也要收一百元 上到五十块 勉强接受 如果到三百块 可能就没有无法接受 如果是要鼓励做大众交通工具的话 他可能在公车 或者是接驳交通车的配套 也要同步出来 内政部表示从2008年起 前往国家公园观光总人次 从每年平均一千七百万人次 攀升到去年两千八百万人次 管理成本提高 为了改善国家公园环境 与深化其教育的功能 才会有这一次的规划 记者物要与吴家宝特别报道